5月27日一场名为Secret Neighbors的跨国时尚活动在北京举行 韩国演员池昌旭以及演员黄景瑜也到场助阵 活动现场池昌旭也熟练的用中文向大家打起了招呼 大家好我是池昌旭 韩流席卷中国 不少韩国明星艺人意识到中国是块不可忽略的大市场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粉丝沟通 在中国更加顺利地发展 不少人都选择了学习中文 池昌旭因一部Healer人气暴增 而在旋风少女二中他也有出彩的表现 从Healer升级为教练的池昌旭 也因为不断外露的男人味洗粉无数 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迅速走红池昌旭表示 最近一直在忙于工作和个人生活 并未体验到在中国有多高的人气 他也不确定很节能 因为他平时在忙拍电影 每个人吃饭或自己的个人生活 所以没有做到 兔岛娱乐北京报道